这里有几个概念 大家注意 上片的结尾的那一运 上片它要结尾了 最后那一运叫什么呢 叫斜拍 又叫过拍 就像我们通常讲的是过门 一旦曲子的过门 那下片的开头的部分呢 叫过片 上片结尾的一运叫斜拍 下片的开头叫过片 如果下片开头的句式 与上片归样 下片开头的句式 和上片开头的句式不一样 那就叫换头 我再让大家加深印象 我再回过来 这是一样的吗 张台露 你看这个第一片 你看这个第一片呢 第一片跟第二片 这句式是不是一模一样啊 张台露环剑退粉眉梢 四花桃树 应应房取人家 定朝燕子 归来就处 再看第二片 暗邻处 一念个人吃小 乍归门户 清晨浅月攻黄 张风应秀 吟吟笑语 你看这是一样的嘛 这叫什么 叫双拽头 如果是这一片跟 如果是这一片跟上一片不一样的话 那叫什么呢 那叫换头了 我刚才讲的就是换头的这个概念 如果下片开头的句式 跟上片开头不一样 就叫换头 当然也有人把上片结尾和下片开头 合起来成为个片 成为过片 是吧 有的分三片 如果每一片的开头都换 那叫三换头 我们刚才讲的呢 第一片和第二片的句式一样 自首相等 这叫什么呢 双拽头 刚才我讲锐龙音的那两段 这叫双拽头 没关系 这些概念可能对你们有点深夙 等到我们以后讲的每 讲的一些具体作品的时候 我们还会不断地用这些概念 用多了大家就熟悉了 你今天你有一个印象就行了 是吧 那么词的最后一运叫什么呢 叫沙拍 最后一运 刚才我们就讲的斜拍过片 在沙拍 好的词啊 过片既要有变化 又要意味相成 所谓成上其下 过片呢 过片它是起成上其下的作用的 罪是不要断了义卖 须是成上其下 沙拍就不一样 沙拍要鱼韵悠然 不能给人一览无鱼的感觉 不能给人严静而易静的感觉 要给人严静而易不静的感觉 这就是沙拍 音乐上虽然完了 但是意运还悠然 第三点句式 词的句式 以长胆不齐的杂言为主 少数是奇言 你比方说像生扎子 这个熟悉的 去年元月时 花式灯如皱 月上柳梢头 人月黄昏后 这是上片 你看 今年元月时 月雨登依旧 不见去年人 类似春山秀 看起来就像是 两个五言的结句 这就叫奇言 就整齐的意思 但是词里面的 多数的句式 都不是奇言 而是长短句 再一个概念 就是大家注意领字 这个领字 它就领起一句 这一句都靠这一句 靠这个字领起来 你看啊 有桃花红 李花白 菜花黄 这个有字 就领下下面三句 还有 正 婴儿提 燕儿舞 蝶儿芒 这个正字 就领了下面三句嘛 正是婴儿提的时候 正是燕儿舞的时候 正是蝶儿芒的时候 下面 对 萧萧木语 撒江天 一番喜青秋 这个对字 它领了萧萧木语 撒江天 也领了一番喜青秋 对啊 面对嘛 见双风七景 光河冷落 禅照当楼 这个见字 也是领字 它领了下面三句 渐渐地感觉到双风七景 渐渐地感觉到光河冷落 渐渐地感觉到禅照当楼 还有二字领 你看 哪看片片飞话弄完 蒙蒙蝉鱼龙琴 哪看 哪看的不仅仅是片片飞话弄完的 还包括蒙蒙蝉鱼龙琴的 这哪看两字 还有三字领 你看 整奈相欢愉战谁流水 素贤身段 吹消相减 整奈相三字 领字多用去身 多数时候用去身 为什么呢 因为去身激励 近远 枪高 有利于极其所领的句子 如果你的声音很平缓 你怎么能把后面领得起来 是吧 领字都是用虚字 或者感情色彩的字 如有 正 对 见 叹 哪看 整奈相 等等 这个以后我们讲具体作品的时候 还会不断地讲这些问题 关于词的品责和词运 与诗相通的地方很多 所以我们就不多讲了 关于词的基本知识 可以参考以下书 一个是夏成涛 吴雄河边的读词长诗 我年轻的时候就读这本书 还有个吴藏鼠 词学盖说 这个吴藏鼠这个人 是我的老师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 他就教我们写诗填词 他自己是一个诗人 一个诗人 而且在古典诗词界还很有名 本来我的导师 他们也都能写诗填词 但是他们觉得吴先生的诗词 比自己写得好 所以他就把这吴先生请来 跟我们上课 他教我们写词 一般是这样 写诗词 就是跟我们上课 讲完了基本知识之后 就给我们布置作业 布置作业 我们回去就写诗填词 就交给他 交给他 然后他拿回去改 改了这下次上课的时候 他就来评点 就交了我们一年 这个人还是一个书法家 在湖北 四川 重庆那一带 到处都看见他的书法 这个他的书图书馆有 你们要读读他的书 可能会有亲切感 他是我的老师嘛 在王立 王立先生的诗词格律 这大家都很熟悉 这就是张海欧 刚才说过了 下面我们讲一个重点的问题 词的体性 这是我们这堂课要讲的重点 我们先讲的是词的体质 现在讲词的体性 词的体质就是词的形式特点 词的体性就是词的文体特性 词的精神实质 根据我个人的认识 和概括词的体性 大约有如下词点 第一 音乐性 我们知道从上古到汉代的古诗 都是可以入乐歌唱的 诗和乐曲的配合方式 是以乐从诗 诗是主体 先做好诗 然后再根据诗的节拍来自取 那么汉代以后就有变化了 汉代以后由于诗乐分图 诗和乐开始分图了 原来诗乐是一体的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诗都能入乐歌唱 你比方像古诗十九首 就没听说他可以歌唱 所以只能采取那些 有乐感的诗来合乐 这个时候的诗乐 配合方式是什么呢 采诗入乐 不是所有的诗都能配乐 那么汉代到唐代的古乐府 还有唐代的部分的绝句 就是这样被入乐歌唱的 唐诗并不是都能歌唱的 他要选择那些可以入乐的作品 来配乐 你比方说我们通常讲 说唐诗里面的七言绝句 有很多是可以歌唱的 但不一定都是能歌唱 你比方说李白的七言绝句 王昌龄的七言绝句 很多能歌唱 那杜甫的就不一定能歌唱 为什么呢 他有一个特点 杜甫这个人写绝句 很多压浙生运 你压浙生运就不好唱 所以说他只要采诗入乐 选择一部分作品入乐 那个出圣堂以后 由于艳乐的广为流行 还有一种新的诗乐配合方式 这就是一声填词 就先做好曲 然后根据乐曲的节拍来填词 这叫一声填词 唐五代北宋时期的词 多数就是这样产生的 先有音乐 再根据音乐填词 上古的时候先有诗 然后再有音乐 诗词主体 音乐是为诗服务的 这个时候你看词 是为音乐服务的 中间有一个采诗入乐 就是诗乐配合的三个阶段 我们现在做一首歌曲 往往是先做词再谱曲 对不对 你看你们现在 你们熟悉的 往往是先有词 再找个人谱曲 这信自由和上古时候的 以乐从诗 又差不多了 先有诗再有曲 因为诗乐有这样一个关系 自古以来有这种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读词 一定要注意它和音乐的关系 虽然后来由于曲谱的诗传 词和音乐的关系逐渐分离 词人填词 就不是按曲谱来填词 是按词谱来填 填词的目的 也不再是为了入乐歌唱 所以词逐渐的 就由嘴唱的诗 变成了眼看的诗 这是鲁星先生讲的 鲁星先生说 中国的诗分两种 一种是嘴唱的诗 一种是眼看的诗 词现在就成了眼看的诗了 它不是嘴唱的 但是我们通过它的词 通过它的评质的变化 通过它的剧度的长短 以及它的韵味的疏密 还是可以体会出 它的音乐特点 可以体会得出来的 所以我们读词的时候 一定要增加一些音乐的感受 它选择什么样的词牌 它用什么样的韵 它的句式的长短等等 都是体现了音乐的美感 这是一点 第二点 抒情性 这一点我要强调一下 我们知道 中国的诗 尤其是汉族的诗 绝大多数都是书情诗 真正的叙事诗是非常少的 这个大家都熟悉 但是我要强调的话 就是说 这个诗里面所书发的情感 和词里面所书发的情感 它不一样 词里面所书发的情感 往往是社会化的情感 就是可以公开表达的 比方说对国家的关心 对民生的重视 对社会现实的批评 对乡土的眷恋 对友谊的赞美 对自然山水的营运 对政治前途的期待 或者焦虑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被 政教伦理精神过力了的东西 都是可以经得起君臣父子 兄弟朋友夫妇检验的情感 都是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 表达的情感 也都是可以塑造自己的 社会形象的情感 所以这叫社会化的情感 就会公开拿出去发表 可以公开传播 可以公开挂到网上的东西 这就叫社会性的情感 这种社会性的情感 它内核 与其说是情 还不如说是字 所以古人讲诗言字 古人一再强调诗言其字 这个字是什么呢 就是我说的社会化的情感 社会化的情感 当然诗中也有一些 显爱情的 你比方说像这个诗经里面的国风 有许多都是情诗 但是后来到了汉代的那些学者那里 他不是把它故意取解吗 他不承认那是情诗 他遮盖他的情诗的真相 你看 观观居旧在河之洲 窈窈疏离君子好求 在我们看来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一首情诗 但是汉朝人要说 这是永厚非之德 他就掩盖了情诗的真相 他不承认他是情诗 对不对 所以到后来的这个诗里面 真正写爱情的作品就不多了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在南朝的明歌里面 有一些写爱情的作品 不是长期受到批判吗 你看唐朝人呢 他们就否定六朝的作品 主要是否定南朝的作品 说南朝的作品 迎风弄月 就是批评这些作品 所以你看唐诗 五万多首唐诗 真正写爱情的有多少呢 很少的 是吧 李白写的爱情 那都是淡言 那写的是别人的爱情 不是他的爱情 叫淡言体 那杜甫写的爱情 就是给他的太太写的两首诗 那叫夫妻伦理 是吧 那袁整写的爱情诗 等他的妻子死了之后 写的导王诗 那李上颖要写真正的爱情诗 都不敢公开发表 还要加个无题 你就可以看唐代人 对爱情的态度了吧 所以没有多少爱情诗的 你说王维的作品当中 有多少爱情诗 你孟华人的作品有爱情诗 你去找 没有多少爱情诗的 相反有个行物 他写一点爱情诗 后来还遭到人们的批评 把他的诗叫什么名字 香艳体 你写爱情诗就叫香艳 是吧 所以说 那么诗里面的爱情呢 都是被正教能力过立了的爱情 你比方说杜甫的一些 乐业 金业 呼咒乐 归宗子读刊 这样的作品都能力化了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去学习了 没有什么私人色彩了 是吧 但词不一样 词书化的就不是社会化的情感 而是私人化的情感 这种私人化的情感 主要就是爱情 这种爱情包括夫妻之情 但也包括情人之情 很多都是写给自己的情人的 这种情人之情 在一夫多妻子的古代 尤其是在浪漫的唐宋时期 一般来讲是可以得到社会的宽容的 唐宋时期五品以上的士大夫 在家里就可以养歌迹 普通的老百姓只要有银子 就可以去浪漫一把 但是这种情感 虽然能够得到社会的宽容 但是毕竟是有为伦理 就像现在你说一个人在外面 要是有第三者的话 也能得到社会的宽容 但是毕竟有为伦理道德 是吧 那唐宋也是这样子 所以你这样的作品 就不能登大雅之堂 你写个情人的作品 很私人化的感情 就不能登大雅之堂 所以词在唐宋时期 被称为小道 什么叫小道 就是不是大道 这被称为艳科 艳科什么呢 就香艳体嘛 艳科我们知道 那个近试考试是分科的嘛 是吧 有明经科 有近试科 这个艳科是调侃的话 就是你这东西太艳了 你谁艳那艳类 谁叫艳科 还有的叫诗语 就是你不是正儿八级的诗 是写诗之后的闲暇时间 在写这种叫诗语 所以这都有 还有叫博记 所以虽然是什么技术 但是什么技术呢 博记 雕虫小记而已 这都是带贬义的 为什么呢 就因为他不能登大雅之堂嘛 这有些词虽然也包含了 对国事的关心 对政治前途的期待 或者焦虑 但是都是经过了 私人化的处理的 他不能直接在词里面 去谈国家大事的 他都是借归房儿女之情 写家国绅士之感 像星期级的某些词 就这样子 谈的是归房儿女之情 包含的是家国之感 和绅士之感 所以他们和诗还是不一样 所以这就使得词的 题材的范围 比诗要狭窄 它主要是写爱情的 它比诗要窄 但是窄也有窄的好处啊 窄就生嘛 是吧 所以说 它深入到了 人类灵魂世界的底层 让我们看到的 古人的 不戴人格面具的情感生活 如果我们仅仅只是看唐诗 我们还不能完全看到 它的内心深处 他们一写诗 就开始端起价值 以本正经 是吧 所以我们要看它的词 写词的时候 他们是不戴人格面具的 所以这样的作品 有非常重要的认识价值 和审美价值 古人讲诗言字 词言情 词是诗的一个补充 王国伟讲说 词字为体 妖妙一修 能言诗字所不能言 不能禁言 诗字所能言 诗字紧阔 词字言长 这什么意思呢 词诗给诗什么样的题材呢 妖妙一修 妖妙就是形容的南方的女孩 产那种阿罗多姿的神态 叫妖妙 美妖妙系仪修 这是湘夫人的句子 是吧